最快的方法是先把黑名單全部串在一起 串在一起之後就把它當成一個字串 就有點像是把它放到E3的前面那個字串 逗點之後呢 後面那個字串就是這個東西 那如果有的話 它回來的就是會告訴我它在哪個位置出現 那不過我們不是要那個位置 我們是要有出現 它回來等於就是True啦 那如果沒有的話 那就是False 就是沒有 就零啦 或者像False也可以 那我們第一個會需要兩件事 第一個就是我要把它怎麼樣全部串在一起 那全部串在一起的話 基本上就是這個黑名單全部串接 那全部串接的話 就是For i 等於2到最下面一列 然後呢 把這個 等於是Sales 我就多一個變數 把Sales a 裡面的東西再串接自己 所以程式該如何撰寫 我們一起來看一下 基本上 往下找 自串這個 前面也是清空 前面也是清空 這個跟一樣 然後開始嘛 主要是這三行而已 所以我們要怎麼把它全部串在一起呢 就是這三行而已 非常簡單 這個是第二個工作表 我是用2 不過你可以改成黑名單 For追 我用追 追等於第二 一直到最下面 然後呢 就是序子2的最下面 有沒有 這個應該看得懂 然後S S是一個 最後的那個變數 就是全部的這個變數 那S等於 預設裡面沒東西嘛 等於什麼 等於S自己串接什麼 串接A欄 而且是序子2 第二工作表 那用什麼方式串呢 用AND符號串 所以呢 他跑2的時候 先把這個串到哪裡呢 串到S 所以呢 跑第二列的時候 就會是這個Email 然後再來跑第三列 第三列的話呢 又會怎麼樣呢 把上面這個 AND後面這個 然後這個又接到後面 所以一直接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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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部都接在一起了 全部接在一起之後呢 S就是 這一個所有裡面的那個 這個這個整個字串 當然如果這樣 你還要做別的用途的話 比如說你要把它輸出 用Outlook 物件呢 寄出去的話 頂多就是在後面 再加一個什麼 加一個豆點 AND一個豆點 然後呢 再把你串接的這個Email 信箱怎麼樣 再丟給Outlook 物件 去做寄送的方 那如何利用Outlook去寄送 後面會再講到 前面有講過嗎 沒有 也可以 也就是如果你這樣 有個Email信箱 Email的一個 一個欄的資料 你也可以全部串好之後 再丟給Outlook 就是外部呼叫 等於是把Outlook 當成一個外掛 掛進來之後 開一個新的郵件 主詞跟內文還有附加檔案都可以加 你就可以寄給 很快可以把它寄出去 好 那這個地方我想應該沒問題吧 串接有沒有 串完之後我們就有個S了 再來的話 底下都一樣 K等於2 因為我要輸出結果 是從第二列開始 那接下來做什麼呢 For i 等於2 就是實際上 再要怎麼做呢 就是再過來是這個 要 這個i指的是 查詢的名單裡面 所以查詢名單裡面 那我就要怎麼查呢 基本上我是從它的第二 到 第一個工作表 實際上就是這個 的最下面 那這個指的就是 查詢名單裡面 if 關鍵在這裡 e3 對不對 那實際上這邊你可以加個VBA 這個我剛剛 這個VBA點 要不要加 加不加都沒關係 所以如果你已經會打 你就不要打 那就把什麼呢 String 有沒有 這個S 然後再把它A欄裡面的 關鍵字放進來 這個就關鍵字 那因為我只要查有沒有 我不用去care說 它到底哪個位置 除非說你將來要做關鍵字查詢 你就是找到之後一直往下找 沒有 那你就知道有沒有 沒有 如果有的話呢 那就是true 沒有的話呢 那就是false 有 如果有找到的話 那就幫我把我的 有沒有 把那個什麼 找到的這個 第一 有沒有 call到哪裡呢 第三 的k 有沒有 k列 這個跟剛剛的邏輯一樣 然後k再加1 意思就是繼續往下找 繼續往下找 OK 直到找完為止 好 所以這個邏輯上面 跟剛剛是差不多的 比較會有不一樣就是 串接 怎麼樣全部串在一起 跟利用什麼 instr 去做判斷 好 所以做完之後的話呢 那我們來看一下 基本上大概就是這樣 就是它會幫我清掉 然後串接之後再比較 哇效率大概會增加至少四到五倍以上 那如果我說呢 你這個 這個如果 資料大的時候 那當然感覺就會更明顯 ok 所以這部分的話 給各位參考一下 畫面再還給各位一下 那這個部分的話呢 是 自串的 串接 方式 那已經有把它放在雲端上面 所以 我們一樣有第一段 一樣有第二段 就這兩段 那兩種方式 不過 你說哪一種比較好呢 其實就是看各位的那個 習慣 一般當然 上一個方法就是 有點像是利用 你已經會做的 count if 函數 輸出一個結果 然後呢 再判斷 那這個是先串在一起 再去找裡面有沒有你要的東西 那這個 不過我覺得 這個方法導致比較簡易一些些 好 那提供給各位參考 那這個也是 我用我的邏輯想出來的 當然你也可以自己去改寫啦 也許 因為我的 我的寫作的style就是 一定是直覺的 每個都看得懂 第二個是 程式應該會比較少 比較短 不過如果你要 再把它改成更短 也ok啦 我想應該已經到了極限 這已經 這個是 經過 那個 思考 思考 ok好 那每個人寫作習慣都不一樣 你當然也可以養成自己的寫作的習慣 好 那久了之後的話 你慢慢就可以 比較可以跟Excel溝通了 以後 也就是以後 反正你的大量資料放在Excel 兩下子就可以叫Excel幫你自動輸出一個你要的結果 尤其是大量分析的時候 我覺得太棒了 尤其是網路上的那個大量資料 如果有一個大量來源 你按下去自動全部幫你分析結果出來 那你最後就可以直接拿這個來用 那該有多好 ok 而且這些弄出來之後 其實也是一個智慧財產 而且是大家都很想要得到的 一個一個 因為你如果說每天都在做重複性的事情 而才能得到一個結果 其實真的是在效率上面 還有競爭力上面其實當然就薄弱了 試試看 查詢K名單用自串的方式來做